自有人類文明存在,就有罪案的發生 極度深寒奇案,帶你進入犯罪者的黑暗世界 大家好,歡迎回到極度深寒的節目 今晚是講一對因怨情仇雙胞胎的技術 聽完之後可能對兄弟姊妹的體會,或者反省 自從有社交媒體,Facebook之後 大家都會留意到有一類人,特別是發生在女人身上 他們好像每天吃了一條忘憂草 早餐就吃了一條忘憂草 他們吃了一條忘憂草之後 他整個人生,你見不到他上班很辛苦 或者少許辛苦,他會變得很辛苦 他長期去旅行,吃喝玩樂 當然有一條老公或馬仔照照他所有的東西 好像很快樂一樣 那些忘憂草是每天吃的,不是每天 你認識了一條忘憂草 照你三個月吃忘憂草,你沒有癮 照忘憂草,你吃一輩子才行 如果你長得漂亮,基本上 如果你不是很蠢 你長得漂亮很蠢,很麻煩 因為你一定會被人欺騙 一定會滾大肚子 然後我老公又沒有工作 你就很麻煩 如果你長得漂亮,但你有一點點智慧 懂得有些眼光 去挑選你身邊的人 誰給你忘憂草 你就會很開心 我經常都說 為什麼美女永遠有地方居住 你說沒有地方居住 一定不會有地方居住 誰都想收留你 為什麼這個世界有老人院 有些老人院就是 你無緣無故打電話 不好意思,我有個朋友 五十多歲 他沒有地方居住 你家裡有間房 不如便宜地租給他 不可以,怎麼可以 很難的 你嘗試跟他說 我有個朋友 都二十、二十、二十一歲 剛剛畢業 沒什麼工作 你看看照片 很棒 全自然的年輕人 租租嗎? 不要說租租 哪個地方搬屋 我跟女兒一車搬回來 傻的 來想到你又煮飯 又幫人蓋屁 人就是這樣的 真的會是這樣的 所以才會有這些問題出現 人是會對一個設計 會有不同的資源 你見到一個好一點 你又會提供一些好一點的東西給他 你要留意到 其實他們兩個 是不是這麼漂亮 特別是那個 Gina 她搬去姐姐 要投靠姐姐的時候 其實她已經沒有別人找到 我相信如果當時有猴子照她 她也會點了 當然就是沒有 她看到的時候 喂 你姐姐一般中有馬佬照 有信用卡 用的 你弄爆姐姐 你去到那個時候 已經有一個妒忌性 為何姐姐住得這麼好 姐姐有漂亮的車駕駛 姐姐不讀書又沒事 我呢 我賭錢搞得這麼嚴重 是不是 如果不是你 我就不會去那裡 就會講了一大堆的濕溝理論 我們看看圖片 我們再講和她 好了 姐姐真是大膜 入了拆 如果你正常來說 你想一想 搞錯了 搞到我姐姐入拆 那我怎麼生活呢 喂 她呀 真是行 她自從姐姐 阿Sunny 被她動到 藏起了櫃卡的波底 入了拆 之後 她已經很爽 然後她開始呢 她開始呢 她開始呢 就盜用她姐姐的車 盜用她姐姐的Credit Card 盜用她姐姐的ID Card 拿了她姐姐的錢 因為她一樣樣的 你想想 你去銀行拿錢 她一樣樣的 她一定給你的 當然她認識她姐姐的簽名 各樣東西 而且呢 周圍去用的 你拿車牌一看的樣子是這個 你拿身份證是這個 那你拿了她姐姐的身份 就周圍去用 那她是怎樣變錢呢 那她沒有她姐姐的銀行的密碼 那Credit Card裡面也有密碼才拿到錢 你說銀行 有一個戶口簽名 對一對你 就是那個 就是拿錢而已 那她呢 就拿她姐姐的Credit Card 是怎樣的呢 就買了些很昂貴的電子用品 那些很昂貴的電子用品之後 然後回到來 就開都不開 然後轉手 就賣出去 賣出去的時候 那到阿Sunny 她說她 偷了老闆 就是拿了老闆的Credit Card去買東西 那老闆也算了 對不對 那她算了 很快便沒事 放回出來 放回出來的時候 這個阿Sunny 就開始在這裏說了 她說 喂 搞錯啊 你給我花了這些錢 我以後始終沒有出來 我很辛苦 擔憂了很久 不是擔憂了很久 就是很辛苦 做事做得很久 或者老闆 那些朋友 或者其他東西 才給我一些錢 你這樣給我花了 都會報警抓你 於是乎 就打電話報警 報警才說她盜用那張卡 突然Sunny出刊的時候 Gina就開始入刊 而且Gina入刊的時候 就判了她 坐六個月的監禁 然後Sunny就不再幫助她 好了 她判了六個月的監禁的時候 然後跟她說 唉 這些清官難審家庭事 六個月監禁 就是這樣 日後就讓她出去上班 就讓Gina出去上班 晚上你又回到監管中心 就在那裡睡 總之限定你還是上班 放工你又回來 否則你就立刻判你入刑 差不多就搞了一整年的時間 才可以出來 在外面的時候 去到這個位置 大家開始有一個怨恨性 怨恨性的時候 就開始有些人 其他人出現了 Gina就有一天 去聖地牙哥 有個聖地牙哥 陪姐跟她一起去的時候 有兩個年輕人 兩個年輕人 很小的 有些五六歲 有些十七八歲 有幾個 然後Sunny就開始設計 一個計劃 她跟他們說 她說 喂 我姐姐 很難麻煩 我很討厭我姐姐 你們有沒有人 可以幫我手 打我姐姐 甚至乎 堵壞她 你幫我堵壞我姐姐 就是叫小孩子 去做這件事 差不多 在整年 她的腦子 都幻想出來 如何報仇說恨 覺得她姐姐害到她 但她不想 喂 其實根本上 是你 你報仇說你姐姐 你用人家信用卡 你姐姐才要入刷 然後你偷了你姐姐的東西 你還說你姐姐 她就不理了 她又回答了兩個年輕人 一個叫John 其實只有十五歲 另一個叫Byron 也是只有十六歲 然後她們兩個當時